好,那接著我們進到 接下來我們進到簡報第六頁來看一下 要空號求救之前 先做自我保護 各位喜歡看廣告嗎? 這種話多問了對不對? 大家不喜歡看廣告,那怎麼辦? 他還是會想辦法讓你看啊 所以我們就先來擋一下廣告 好,因為說真的 我們上課的時候有出現廣告 你不覺得也是一種干擾嗎? 尤其如果出現那個比較敏感的 老師這樣上課我們就覺得不太適合 因此你可以試看看 這個是很老牌的一個擋廣告的一個擴充工具 好,您可以稍微用一下 其實擋廣告工具很多 那我是覺得他還算蠻不錯的 好,所以您可以先進到這邊 在這裡,這裡有他的 點過來,有沒有 進到這裡來 那您看一下 這裡呢 基本上 他什麼樣的瀏覽器應該都有支援 好,至於說手機上的我就不太建議大家用 因為你會不習慣 因為他就變成另外一個瀏覽器啊 你可能大概就比較難接受 好,那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電腦上你可以像這樣 好,那如果是 行動裝置上的有另外一個 我有另外一篇文章在那邊 不過那個就不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好,你就先挑看 老師您的適用哪一個瀏覽器 或者你就直接讓他自行判斷也可以 紅色的直接按下去也OK 他就自動幫你判斷 好,稍等他一下下 有沒有,加到Chrome 好,加進來 其實不好意思 我的部落格上也是有廣告的 你有看到右手邊有沒有一個廣告 但是我是實驗性質的 因為我以前有測試過 如果我沒有去限制他的話 他連我看內容都會有廣告 也就是我在看我的文章的時候 他會把廣告插入到裡面來 但是我覺得那樣子已經干擾到大家的閱讀 所以我就把那個拿掉 所以你進我的文章是不會看到廣告 但是外面這裡會看到 OK 好,那你看我們把剛剛這個把它裝起來 好,新增 你就稍等他一下 有了,你看這樣有沒有好了 要不要同步那個沒有關係 好,那預設的話 他會幫您裝完就收起來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釘在外面都沒有關係 我釘在外面主要是給你看一下 這樣你可以看得到 你擋掉多少個廣告這樣子而已 好,OK嗎? 然後你看喔 他還不錯對不對 人性善良 所以你如果覺得想要抖內的你就抖內 自由決定 他不會強迫你 好,來,我就把它關掉了 現在你看我的部落格 我重新整理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旁邊不見了 他告訴你 這個網站我幫你擋了三個 這樣有感覺 上網空間比較好一點吧 對不對 所以很多網站 當然 不可否認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絕對還是會看得到廣告 好,因為有很多網站想要避開它 可是會讓你減少很多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值得用的 但是用這個 有一個小小地方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有寫在下面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已經惹惱了我們YouTuber 因為YouTuber 你會不會看到廣告? 會對不對? 所以本來這個裝完之後 YouTuber廣告也不見 你知道嗎? 但是今年YouTuber出手了 他去年就在測試 今年出手了 所以如果你有安裝ADblock 有可能你開啟YouTuber的時候 會看到一片漆黑 但是沒關係 你只要再重新整理一下 就可以正常觀看 就是會有 現在會有這個小缺點 這樣了解 看你自己 如果你突然發現 為什麼YouTuber沒有出來 你就再重新整理一下就好了 這樣了解 因為擋到人家財路了 還擋那麼大隻 對不對? 所以他YouTuber受不了了 就特別針對 其實事實上現在有很多的網站 尤其是老師要用什麼 下載YouTube影片 還是一些那種 原本廣告就很多的那種 他如果有偵測到你 會告訴你說 你要關閉這個 才可以怎麼樣? 才可以使用 如果萬一真的你有這個需求 你可以來這邊 比如說在這邊對不對? 你就告訴他 點到那一顆 跟他講 在這個網站上暫停 那他就會讓廣告跳出來 這樣OK 這個是給您稍微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也可以稍微暫停一下 這是沒問題的 好 知道怎麼樣 阻擋網頁上的廣告之後 其實你看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 如果您是行動裝置上的 我會建議您可以裝一個叫 Firefox Focus 它其實也是一個瀏覽器 可是這個就好像各位 因為瀏覽器您有用過那個叫 無痕模式 有沒有 跟那個概念一樣 可是它的無痕模式 是不只是 擦除那個痕跡 它還會幫你做廣告的封鎖 所以我手機上 我現在都是用這個 當作是我的主要瀏覽器 這樣我就可以減少看一些廣告 各位應該可以發現 手機上的廣告 有沒有比電腦上線還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手機螢幕小 它廣告出來 你不看都不行 是不是會幾乎把你蓋掉一半以上 就影響你的閱讀 電腦上的你不看它 至少我還比那個空間還蠻大的 但是在這邊就比較難 所以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以行動裝置為主 我就不介紹 但是裡面有我的教學編編跟文章 您都可以直接點過去看 但是手機上 我倒是建議各位裝這個 Whose Call 有沒有老師有安裝這個 有對不對 像那個 如果你是Google手機 就Pixel的那個 它就內建這個 我會建議大家裝 為什麼 因為現在簡訊 詐騙電話 廣告電話 有沒有很多 你常常 來一個 然後呢 沒有回 心裡會怪怪的 可是呢 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詐騙 你就用這個 好 免費的就好了 你不用 一定要付費的 當然付費功能比較多 但是呢 你用免費的就OK 而且他 剛好今天早上 坐高鐵的時候 看到他最近還推出一個功能 就是 我們現在 不是有很多那個短指嗎 還有很多詐騙的網站嘛 他現在跟那個警政署合作 有推出 就是 那個網址的檢查 看是不是詐騙的 好 所以呢 如果 再傳給你的簡訊 或者是 你在手機裡面打開 一個網址的時候 他就會跟警政署的資料做連線 先check這個網站有沒有問題 就等於 等同是 你安裝的那個 那個防毒軟體 現在很多防毒軟體 有類似功能嘛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各位如果有興趣 你就可以自己 去把它裝起來 那我覺得 審視很多啦 減少 那個 一些不必要 而且他還會有來電的辨識 比較清楚 讓你知道說 這個電話是 哪一家公司的 哪一家公司 或者是 哪一個個人的 大部分都是公司啦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部分 大家OK吧 好 先看一下 就是 你要開始 上網之前 去找工具之前 先 做一些防護 這樣子